因為先生是軍人的關係 軍人是必須要留守或者是長期不在家 還蠻可怕的事 因為孩子很小 等於說在房子裡面也沒有人跟你說話 那你就是永遠都一個人 那一段時間 在當下自己不會認為自己生病了 只會覺得自己很可憐 然後很忙碌 然後壓力非常的大 只要看到新聞裡面講說颱風快來 那我就會很害怕 自己就知道我要回去留守了 我是覺得很難過 我也希望能多幫助家裡一點 老實說當時我們住在營區的附近 就隔個牆就到營區 那我就覺得這一道牆已經好像把我們一家人分開 那他就在牆裡面 然後我在牆的外面 但是呢 他是沒有辦法幫助我任何事情的 其實我是已經經營社團有三年多的時間 在當時 那到現在已經累積了六年了 其實我們的族群算比較特殊一點 因為全部的人每一位都是媽媽 那我們也都是為了孩子 那我們才購買精油 透過了這一個變化 我就開始產生很大的好奇 就是說這小小的玻璃瓶裡面 到底住了什麼樣魔力的東西 剛好美國年會開始 那我就飛了一趟美國 當時的我並不知道說這家公司的規模這麼大 他們請到的講師陣容都非常堅強 比方說醫師或是科學家 那也透過這一個東西我才了解到 原來背後這家公司他的文化 還有他其他的產品 他的用心 我相信每一個媽媽其實都一樣 我也只是一個很平凡的媽媽 我們當然不會讓小孩去吃一些不好的東西 那在精油也是一樣 我也是會認真的看成分 甚至去做一些研究 我會非常的執著在這一塊 我如果說把精油用在親子按摩的部分 我們每天最快樂的時間就是洗完澡 如果我那天很累想要偷懶一下 先躺一下 小孩就會伸出他的腳 或者是把他的背打開趴著 跟我說媽媽按摩了快點 那你就會知道說小孩是喜歡的 其實他想要的是你觸摸他的感覺 你們有一個身體上情感的交流 那另外一個很感動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長那麼大以來 其實很少會去觸摸父母的身體 那因為Dottera精油的關係 所以我每次跟我爸爸見面的話 我們就會幫他按摩 那在那個按摩觸摸他身體 我都記得第一次 其實是有一點忍住 差一點哭出來的 我感覺孩子做了精油以後 他會主動的幫我 去一些身體上的按摩動作 就感覺很貼心 希望他能夠把好東西分享給社會 如果能夠幫助人家 希望能夠多付出 以前的我其實很難走出家庭 到人群裡面 因為孩子還小的關係 我都會跟他們在一塊 那再來是因為我的個性 我不太喜歡在眉光燈下 或者是站在台上演講的感覺 所以呢 以前的我是不太可能上台演講的 但是呢 用了Dottera之後 有很多的媽媽 她有這樣的需求 她需要我們面對面的授課 而且面對面的教授跟網路上面 其實還是有所不同 他們可以有臨場感 而且他們可以試文可以試用 所以呢 我們也有這樣的使命 替大家上課 這是一個很好的轉變 比較印象深刻的就是 陪伴媽媽在小孩發燒的一個半夜 我就告訴她沒關係 我會陪你 所以呢 我就訂了鬧鐘 每個小時我就起來一次 跟她通話 或者是通訊息 那在那一段陪伴的過程當中 我跟很多的媽媽 就變成一個心靈上的 很重要的一個朋友 也是一個情感上的支撐 也為了要教別人 為了要回答別人的問題 我們就很快速的充實自己 雖然是以認識精油啦 認識產品啦 為一個主軸 但是所有的媽媽湊在一起 就很快樂 因為我們可能就是 好幾年的網友 我們因為多特瑞我們見了面 如果今天沒有多特拉精油 把我們串起來的話 其實我們還只是一個 在電腦前面 電腦後面的網友 我希望每一位平凡的媽媽跟我一樣 我也是一個很平凡的 我跟別人沒有什麼不同 但是呢 我們把精油帶入了我們的生活 改變了我們的家庭 那有了特拉之後 我們家的改變就是很快樂 跟過去的生活會完全的不同 自從我們使用了這個產品以後 小孩子的身體變健康了 我也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陪他們做他們喜歡的事情 比如說他想要彈鋼琴 假日的時候 我們可以規劃出去玩 甚至去出國玩 我們也希望說這一份感動 可以傳達給每一個家庭 那我相信每一位媽媽都可以 只要你願意打開那個瓶蓋 然後呢把油用在自己的小孩 或者是自己的家人身上 你一定會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是你以前料想不到的 我相信會不會太陽 是你現在的事 我相信會不會太陽 也不會太陽 會不會太陽 我相信是你心裡 也不會太陽 那你會不會太陽